我这抽下来了小鹿 这还救不了 水神赶了一波 而且现在大部分队伍都是在 听到了这个枪声 有想法吗 想摸吗 摸了摸了摸了 已经去了 原点已经放倒了木子里 放倒一个的情况之下的话 福外们想要主动进攻去拿分 有人跟吗 有 龙子拳一把当先 拳还在打药的一个状态 打鞋铜 小鹿在底坡 打到一个龙子拳在坡上 两人这个鞋铜配合 还有个老师在哪 在这 就是在 好像在灵强的坡下 泡泡还是被抓到了 另一边ACG去冲了I7 怎么感觉要白给 这个冲的反驳的位置有点尴尬 反觉全是I7所控的 冲防区的人也被打掉了 这样的话只剩Forgan一个人 直接追吗 看到背身了 一波扫射没问题 最后一箱打到头部 妹妹拿到三个淘汰 Forgan还是蛮溜的 你留他下来 他等会溜你一个 是 另一边 另一边 这个假车库DT跟XCG 一个防守防区的作战原点有 FTY在架枪 现在12人也是给队友报了 没办法再往南部顶 想直接顶到假车库前面 坦克拉过来 压制住了天地底 DT所剩的人数不多 电塔也没人 是的 DT也没能 Coco这边没能守住 那话宁家就很背中 宁家也还没车 这怎么扎 还没人 GY1其实倒是可以找机会去 Arlyse TSS从天而降 向墙顶悟空95块 在这个掩体后面 来回的辗转腾罗 白洛马和防区的一波配合 打了三个了 是打三个 只剩李白 哇 他这个车的掩体架得也太好了 打残了 白洛马沟通一波 想回身扔道具 这个台面点最后被抓住 你看他这个掩体 直角掩体 是的 架得非常好 哪边都打不到 这边还捡了个空头 他们怎么会绕到西部荒野去 刚才在隆地 这边 而整个海岸边是只有两队 一个是F2R 一个是TMA 两个队伍的其实阵型一样 都是211的一个站位 只能玩一会儿 团队是只有一辆车 挡不住什么枪线的 还是被天马塔下了 这地方打到决赛圈 还稍微有点用 是 前面是基本上没用 真要打这个两防 直接冲了 这个AOE其实炸的还挺 直接冲了 但只有一个人顶过来 就是95K这个位置 95K这埋的真是太爽了 这个位置太顶了 又是被身 过去你根本处理不了他 然后防徐给的压力又大 小鹿放到了白龙马 高点 斐莱恩就这个点 就打斜通 是的 太难冲了 95K你说他 斐莱恩又打到几枪 我先扔道具 减缓一下对方的进攻节奏 给自己扎个包 DDT听到声音 两个人想过来搞 小鹿一把勾着 还是难操作啊 这位置一直锁住了 而且DDT还在后面打了一手 摇摇摇摇摇摇 没办法 是的 95K那个点 学会了 确实骚 这个点 从那个坡内飞到围墙 要么飞到围墙里面 要飞到围墙外面 噢这个坑 鬼屋下面这个坑 SMS CRAZE CRAZE 连续以了两个 11R 而且是蹦蹦以鼻掌 死的 而且原点 小糖竹香 叫SMS要补 这个补伤害的选手 是打回去了 往上顶 天梅继续往上顶 是的 知道你只有最后一个人 你还得扶人 一块抢鬼屋 是的 牙皮一直在架点 报信息啊 来了 报打斜通 打斜通的话 基本上没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先把分数K掉 看到了一个背身 轻松收下 Easy 疯狂拿分 是 小海咋倒了 这个鬼屋拿下来之后 对于电塔的天霸来说 就很难受了 是听见魔胎的声音 哇 驱惑 反正这个是没办法 不愧是Ninja 忍者 老六 是的 还在也没地方去 全是枪线 你看这分 等一个幸运的观众 啊 Monster 等队友会合过篮 星星还在抛着篮圈的伤害 吃毒猛吃 这个应该是没想到 打两个 这个有点伤了呀 就感觉人数 就是人的位置没有完全的点清 就想快速的解决战斗 我说他星星绕这个篮圈 确实想不到 嗯 是的 又打一个星星 在篮圈炮着是连续打了三个 真聪明啊 打的 但是自己可能进不了全力 因为篮圈已经过来 打药的时间也没有 但即便如此 Easy在这一波 还是拿了八个淘汰 嗯 哎 这个小水塔一站 架个车阵 嗯 很舒服 那现在就是带天下有变 电塔如果出事 我就直接贴过去 对 还是要防一手 FTI的 嗯 FTI那个位置 直接跳车不给分的 嗯 星智 来了 北边 就是FTI这个点 给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时间想要去跟FTI决一胜负 这个守了要出事 哦 牙匹将许神炸到 罗斯科也是一滴血 露露再往外围的位置去了 但是这是个蓝白之间 然后去拉位置了 crazy 可以绕圈过来 啊 这个下车的位置有点尴尬了 因为龙斯科状态是完全打回来了 嗯 侧身拉枪圈的人倒了 也没正面三个人也不太敢下这个坡啊 外星人还是蛮 嗯 把12戒不掉的好伤 是的 其实唯一对他们有威胁的 哦 就是 MOSTER这个点 因为MOSTER不倒的话 12拉位置都很难受 下枪的人倒了 这样的话看能不能上去顶一波 天脸 双发达 过点龙斯科被露露打残了 海子哥该你发挥了 是的 还要再顶一波 我这顺秒 露露今天手感非常不错 小孩出手了 出手了 也打了一枪 最后只是许慎一个人在这后点 TYE找到机会 站住了水塔之后 对 TMA的屁股进行夹击 这个很难受 很难受了 TYE就刚才找着地的队伍 是的 这个就是左右两边的战场 都在互相的劝架 然后的话 因为电塔这边也是要吃大压力的 天脸在防守悟空 DDT也沉出手了 看DDT怎么选吧 地方出枪很快 没给露露玉苗的机会 想混没子弹 天脸已经打赢了 电塔打赢了 是的 这个时候其实TYE不用着急 拉出来给露露弹 没问题 我记得是顶上 牙体真踩到了上面 这近点去送一个 这没必要 因为他已经控制了边缘 你去架他就好了 倒了之后你还不太好救 又倒一个 嗯 他这个倒了 反正是给了FTI喘息的机会 FTI全浮起来了 你能信 全浮起来了 本来倒了三个 许神一个个 还要救吗 FTI手上还有这么多雷 完全锁定 没问题 你能相信FTI满边出来的 我有点不太相信 看天霸这一波也是准备高打低过来接FTI 站位 右侧埋住 只要不让DTT过来就行了 嗯 但是我元姐先抽到一个 捡换了一下节奏 DTT要动的 天霸 两个人 两个人 只是车隔的比较开 嗯 琪琪早就埋好了 这波高兴可能要出事 落地先打药 一开到脸上先出箱 元点猫 他就打了Spaceman 琪琪接下来一个 只剩高兴一个人 一个手雷 没问题 很快 4打4 4打4 5打4 吹7 1 是埋在勾勾里 要扔雷 4颗雷 找到机会 直接一个侧身 是的 正好看到 龙斯格在扔头之舞 过点 许神再打一个 双方3打3 都是倒在近眼的 龙斯格已经被补掉了 想Pick 有火可以封箱 位置 但是后续 零术的一颗雷 将monster炸倒 7 7 选择绕后了 这样的话 FTI的位置 其实有点被动 旺仔 很难说被夹了 3打1 应该没问题了 退销 把人捕了还能救 还服吗 兄弟们抢人头了 还服人 你看 完全没有人 就站好了 确实 直接顶了 没有什么损 哈 对 打了一个 有颜体 但是吃白了 怎么又是我堂弟弟受伤 打两个 但是血量很残 一臂大 好的 没有问题